车辆正在加油站加油,中新社记者张云社,中新网客户端北京11月2日店,成春与国内新一轮成品油条价窗口将11月2日24时开启。 机构预测,油价将迎来年内最大降幅,终结此前的四连涨,每吨下调幅度在330到340元区间,92号汽油每升价格重回七元时代。 本期价周期,国际油价呈现震道下跌趋势,在10月份创下于两年来最大单月跌幅。 主创资讯成品油文系师薛山文系,在伊朗局势不确定的大背景下,沙特与俄罗斯加大马力增产,供应中断了市场担忧,逐步被增产抵消。 同期美国原油库存增幅高于预期,投资者担心原油市场会供过预求。 加上全球股市普遍低迷的影响,雇国际油价表现惨淡。 隆重资讯和中语资讯均预计,11月2日,24时国内汽材油价格下调幅度为330元每吨左右。 主创资讯则测算,对应的汽材油价格下扫幅度达340元每吨。 折测成升价,92号汽油将下调0.27元每升,零号财油下调0.29元每升。 终于自信问西时杨晓芬表示,目前国内零号财油升价均为约8元以下,92号汽油除了湖北、海南、重庆、广东、广西等省市价格高于8.0元每升,其他地方并未突破此关口。 若2月油价下调落时,国内92号汽油价格将统一回归7元时代。 街上行事的出租车、金硕社、巨龙众资讯监测,目前中石化等主营占优惠幅度多在0.5到0.7元每升,明营加油站的优惠幅度多在0.5到1.2元每升。 此外,部分民营加油站的特定日期,如每周二,可优惠至1.5、1.8元每升,部分主营加油站特定日期持卡,可优惠至0.8到1元每升。 2018年以来,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,历经21轮调价,仅有一轮调价搁浅,上调13次。 下调7次,92号汽油累计上调1.09元每升,0号财油累计上调1.18元每升。 下一轮油价调价窗口将于11月16日,24时开启。 隆重资讯由品分析师李燕表示,目前国际原油市场呈现趋弱特征,下一轮成品油调价下调,获得浅的可能性较大。 终于资讯分析师徐磊认为,美元反弹,俄罗斯产量升至1991年以来最高的,对国际油价冲击层面扩大,原油固存强势增长,可能令国际油价继续维持下滑趋势。 薛山也指出,后期汽油需求步入淡季,价格进入下行通道或存常态,柴油虽处于传统需求旺季,但下游用户太空情绪仍较浓厚,皆采取低库存运转方式。 近期国内汽柴油价格皆存在下滑东险。 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